22. 痔疮长强穴 成山穴 俗话说,十人九治 由此可见,痔疮在人群中的发病率是相当高的 眼下治疗痔疮的内服药和外用药很多 但一般疗效都不是十分满意 受到手术治疗,又令不少人有畏惧之感 这里介绍一则笔者在中医临床上摸索出的爱久疗法 1. 长强穴,在腰部下端的尾骨终点处 2. 痔疮穴,在下肢小腿背侧的西之滑连线的终点 1. 一肌隆起肌肉的下方便是该穴 爱久长强穴和痔疮穴可起到刑期之血 痛落散结,止血定痛的显著功效 施行爱久疗法以晚间睡前为宜 每次,每学爱之20分钟,以穴位举部皮肤泛红维度 爱久疗法操作简便且易掌握,如能坚持一段时间 即可免除痔疮烦忽之苦了 23. 牙痛和骨穴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经常听人谈起牙痛的厉害 但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完全可以通过用自我穴位按摩的方法来止痛 在首阳明大肠经上,首背第一,第二掌骨间当第二掌骨饶测的终点 有个合骨穴就是一个很好的穴位 当牙痛的时候,点按合骨穴,一半五分钟左右就可以止痛 但按合骨穴有个窍门就是左边牙痛 按右边手上穴位,右边牙痛就按住左边穴位 如果你现在牙痛,就赶紧试一下,一定有收获 24. 中暑内观,河骨,人中,风驰穴 夏季暑气当令 气候炎热,人若长时间在烈日下或高温中劳作 伤及气阴,暑热之邪就会乘积侵入体内而发病 它的症状包括头痛,头晕,疲倦,恶性,呕吐,身体高烧或低热 严重的会抽筋,呼吸困难,脉搏微弱无力 出冷汗,脸色苍白,甚至昏厥 发生中暑时,要尽快采取救治 穴位按摩不是为一个急救的方法 如何测试是否中暑 当出现上述症状时,用手沾水在鼻梁上轻轻捏体 如果皮肤留下久久不退的红色,就是中暑了 此外,排便有泡沫也是中暑的症候 中暑有轻有重,如果遇到中暑比较严重 以至于昏厥道 该心暗内关,河谷人中三个穴位帮助患者清醒 然后再送医院救治 如果仅仅是一般的中暑症状 觉得头晕脑胀,事物昏花,可以用中指按摩风之穴 很快就能够让头脑清醒起来 二十五,咳嗽定喘于济学 太渊学,齿则学,孔醉学,少商学 内经上说,肺为相复之关 即使是可产症,也很少由费精直接引起 多是其他脏部级 有干货引起的叫木货行精,去干货就好 有肾虚引起的叫肾不纳气,补肾气折效 有脾虚引起的叫弹湿孕肺,健脾趋势最佳 有外感咳嗽,多由风寒引起 那就赶走膀胱筋之风寒好了 肺本是胶脏,最怕攻伐 所以调猪脏即失致肺 内经约猪气者皆属于肺 肺精的穴记学,定喘的效果很好 只需按揉即可 有人总觉得气不够时,有吸不上气的感觉 就点柔太渊学,此学为肺精圆学,补气效果极佳 肺精的齿泽学是最好的补肾学 通过降肺气而补肾,最适合上识下虚的人 一般高血压患者多是这种体质 肺精的孔醉学对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和扁桃体炎 效果不错,还能治治疮 肺精的哨伤学是专治咽喉肿痛的 三能针点刺出血,马上见效 宇记学位于手拇指本节 第一掌指关节后凹陷处 跃当第一掌骨终点饶侧 齿白肉脊处 太渊学位于腕掌侧横纹饶侧 饶动脉搏动伯动处 正做身臂羊掌 手腕横纹上 拇指根部侧 齿则学位于 正做羊掌并为趋肘 去学时先将手臂上举 在手臂内侧中央处有粗剑 剑的外侧外即是此学 或在肘横纹中 拱二头肌饶侧凹陷处 该学上方三到四厘米处 用手强压会感到疼痛处 就是上尺则 少双学位于 手拇指末节饶侧 距指甲脚0.1寸 二十六 脱发 少白头永泉学 百会学 毛发在中医的理论中 被称为甚至于 即头发的营养是由肾供给的 肾经充足 则头发雾黑发亮 不易脱落 更不会开刹 也很少会出现头皮屑 而肾虚惊亏 头发就会变白 脱落 位于脚心的永泉学 是肾经的第一学位 中医预期为水之源头 具有补肾安神的作用 坚持按摩永泉学 会使头发的养护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永泉学位于脚底中央挖处 将脚趾用力向内弯曲时产生挖槽 然后用指压 感到会痛之处即逝 按摩时 双脚每15次为一个疗程 每天做两个疗程 这种指压法治疗白发 并非立即见效 必须坚持练习 如果用爱酒来调节 每天坚持90分钟 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了永泉学 头顶的百会学 也能防止头发 早白和脱落 百会学位于头顶正中线 与两耳间连线的焦点处 每次按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 各按摩50圈 每日二到三次 持之以恒也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因为这样做 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疏通经络 宣传气血 从而起到活血化瘀 趋于生心之功效 使头发再生 27 祝小儿长高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3w.tyysw.net 斜杠 read.php tid等于 19699 DisplayMode等于 ePage等于 eToriad等于 eTPC28 指心脚痛 致阳穴 心脚痛发作时 常常伴有胸部压迫感 窒息感等 此时可按压致阳穴 位于人体背部 当后正中线上 地气胸椎及突下凹陷中 一般按压三到六分钟 心脚痛即可得到有效缓解 29 止肾脚痛三阴胶 肾脚痛其特点是 突然发作剧烈疼痛 疼痛从患侧腰部开始 延熟尿管向下腹部 腹骨勾 大腿内侧 高丸或阴唇放射 可持续几分钟或数十分钟 甚至数小时不等 发作时常伴有恶心呕吐 大寒淋漓 面色苍白 辗转不安等症状 严重者可导致休克 肾脚痛发作时 患者往往苦不堪言 此时可用大拇指 揉按三阴胶穴 位于小腿内侧 当足内怀肩上三寸 进骨内侧员后方 反复按摩三到五分钟 肾脚痛便可得到缓解 下期待 下期待 下期待